这个女人正要从百米高台上跳下去 她先用鞋子试探 随着两只鞋子落地 女人缓慢地移动身体 抱着必死的决心 放手跳了下去 伴随了一阵尖叫声 女人从高空落地 可等到到达地面之后 她却毫发无伤 由于待在高台上太久 仅仅两米的距离 被她想成了一百米 然而更可怕的是 是她对自己思想的进骨 在此之前 艾米每天坐在架子上 完全不用做其他的事情 只需要打扮精致 搭配不同的服装 作为丈夫荣耀的象征 在艾米还是模特的时候 富豪丈夫就对她一见钟情 两人很快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 丈夫喊人在家里安了一个架子 架子的作用并不是摆封物片 而是艾米 听到这儿艾米愣住了 她以为丈夫在开玩笑 可丈夫却说 架子方向极好 能够正对自己的办公桌 这样即使在工作的时候 也能够看到艾米 她就会有无限动力 她还让艾米辞去模特的工作 每天在家里陪着自己 最终 在丈夫的甜蜜攻击之下 艾米妥协了 她愿意为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 第一次爬上架子 是在丈夫的搀扶下 架子上铺了柔软的护垫 坐起来还挺舒服的 渐渐的 艾米从刚开始的不解 变成了后来的享受 举办宴会的时候 她仍然坐在架子上 接受着嘉宾们的仰视 丈夫也一天比一天更爱她 工作的时候 丈夫会因为艾米太吸引注意力 直接挂断与客户的电话 转而和艾米聊天 并且在每天回家的时候 给艾米献上不同的礼物 今天是昂贵的钻石项链 明天是一捧鲜花 艾米满心沉浸在幸福之中 直到有一天 丈夫回来了 不再带礼物 一个非纹就敷衍了事 连家里的女仆都对艾米 偷来异样的眼光 丈夫也渐渐的 对艾米感到不耐烦 工作的时候 对她爱搭不理 甚至觉得精心打扮的艾米 影响了自己工作 直接把办公桌背对着艾米做 一万富翁娶了一个美女模特回家 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安装架子 他把妻子当成自己能力的象征 摆放在架子上 供所有人观赏羡慕 妻子从开始的不解 变成后来的享受 夫妻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直到有一天 丈夫以艾米影响自己工作为由 把办公桌调转了方向 说是多看窗外的风景 有助于缓解眼睛疲劳 艾米在背后生闷气 她越想越委屈 明明是丈夫要她坐在架子上的 现在倒成了自己的错 即便泪水从艾米的眼中流出 丈夫也丝毫没有察觉 就这样 艾米面对着空洞的客厅 在架子上待了三年 一个平常的下午 她想喝水 但丈夫不在家 呼喊女仆也没有回应 艾米疯了似的在家里喊叫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尝试下来的 但因为待得太久 她望着地板 竟然感觉像万丈深渊 她先是拿鞋子试探 然后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睡到地面之后 发现一点也不可怕 万丈深渊 也只是不到两米的台子而已 这是三年来 自己第一次跳下来 艾米一大口喘着粗气 一时竟忘了要怎么走路 她拖着身体来到沙发边 不小心又摔了一脚 艾米尝试着站起来 像婴儿学步一般 慢慢地走出了家门 她来到泳池旁 用脚尖感受着池水的冰凉 打翻了一整框的网球 开心地手舞阻挡 艾米太兴奋了 被囚禁了三年的灵魂 在这一刻得到了解放 她来到街区 热情地和路人打招呼 感受久违的生活气息 一名男士邀请她乘坐电动车 艾米跳上去 开心地迎起扑面而来的风 就这样来到了海滩 她学着别人做瑜伽 一起跳舞 直接扑到了海浪里 海水的刺激 让她暂时忘记了自己 艾米拖着湿漉漉的身体 回到沙滩上 询问游客能否借她一条毛巾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想搭理她 兴奋劲退去 艾米逐渐感到落入 她孤身一人走到街道上 家是不能回来 那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个女人在丈夫 为她打造的架子上 生活了三年 被囚禁的不止是她的身体 还有她的灵魂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跳下来 重新回归自由 但在短暂的狂欢之后 等待艾米的是现实的骨感 三年架子上的生活 让她失去了自我生活能力 连最基本的社交规则都不懂 没有朋友 没有工作 她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连美丽的皮囊 如今看来也变得一无是处 突然艾米被一家化妆品店吸引 看着里面的顾客 正画着精致的妆容 她无比的羡慕 想到小时候 母亲对她说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做最漂亮的那个女人 艾米捏手捏脚地走进美妆店 她在镜子前坐下 看着狼狈的自己 她决定重新拾起往日的自信 凭借着当年模特的经验 和一直以来对妆容的在意 她拿起化妆刷 完全没有生疏感 艾米专业的手法 引起了店员的注意 对方兴奋地问她是做什么的 艾米有些迟疑 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没有工作 只是富豪的一个奖杯 没想到 店员居然能理解她 两人交谈甚欢 艾米被店员的画骨 回到家里 抡起铁棍 将那个束缚了她三年的架子 一棍接一棍地砸碎 直到今天 她才彻底地 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决定开启新的生活 一年之后 一家名为艾米的美妆店 正式开店 门外排起了长队 所有顾客 都想一睹艾米的风采 艾米熟练地 打理着店铺的一切 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客人 只不过 她仍然坐在架子上 一对母女走进店铺 女儿瞬间被艾米迷住 她天真的问妈妈 自己长大之后 能不能也像艾米一样 坐在架子上 被人们关上 母亲笑着否定了 故事的最后 艾米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 靠着经营店铺 变成独立女性 而是再一次 把自己禁锢在一座 无形的牢笼之中 只不过这一次 她是自愿的 其实人生中的很多选择 外界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的心 悟空到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 电影世界